第113集 朱迪环时 一道又一道冰冷的眸光 叶凡仿佛已经感受到 他知道必有连天大战 他将走上一条血染的战者之路 中途将有无尽的血与骨 你们知道吗 这一次南陵的蛮族某一部落将有大难了 北渊王家的高手要去铲平他们 东方野这个野蛮人与庞博等交好 这十几年来共同经历了许多次死结 连累到他所在的小部落 有些耳闻听人说了 难道是真的 假不了 我听说王家他们早已经动身 此时多半已经出手了 你们没见到 今日的灵药大会来的人 没有前几日多吗 消息买通的人都去看热闹了 走去杀人 野蛮蹚的就站了起来 神色冰冷无比 这个消息让血液怒沸 他听闻东方野可能战死了 而今他的族人也被人欺到门上来 怎能不怒呢 在南岭就要开始打开杀戒了吗 我身在哪里 哪里就是战场 叶凡杀起 管充 九重田 他掌身而起 大步离开师台 不少人侧目 有个别人狐疑 望着他的背影 觉得有些眼熟 这个人是谁 好强大的血气 世上像是盘绕有一条 莽荒中的囚龙 一夜凡龙行虎步而去 给人以一个很英挺的背影 没有人会想到 是他回来了 天下太大了 并没有多少人真见过他 走吧 我们也去看一看 王家可真是够强势的 与太古族关系莫逆 赶来南陵抹出一族 真是好强势啊 好 去看一下 这些古岭中战云密布 一定会有一场生死征战 叶凡心中的战血在沸腾 恨不得立刻杀到进前去 他很想进入北原 将王家连根拔起 那一族真以为 自己可以只手遮天了 只要有我历天神子在 他们就永远别想天下独尊 我仍遇到 要在此发扬光大 历天呢 他将这一战当成了 他降临这颗古星上的成名战 叶凡心中杀念如海 眸光像是望穿了这片大地 南陵议事战场 会成为来犯者的不归路 来多少人 逼多少人 他向人打听 此地可有传送阵 怕赶不上时间 万一去晚了 就实在对不起东方野的族人了 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药师说道 前边有一个阵台 不过很破烂 穿越空间时常出麻烦 不过许多人都在借道 说是去什么野岭 要去观战 叶凡大步冲了过去 历天与燕一夕紧跟在后 如三道闪电一样 超过了所有人 出现在一座古台上 这座神镇的确很破烂 一看 就是存在数万年那么久远了 勉强还能用 当三人强大的气急发出后 没有人该与他们争 北地活了又怎样 这次送他们一具冷尸 瓦解原神 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死人 再无活的希望 李天站在镇台上后 说出这样一句话 吓得旁边的人全都避退 战战兢兢 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 南岭 多重山峻岭 到处是地脉 满兽一秦横行 古地有多 山中多瘴气 更有许多原始部落 东方野的族人 就在一片古山脉中 此时大敌当前 杀气无几 来了大批的高手 将此地包围 天空中 乌云翻滚战鼓震天 惊奇招战 古战车隆隆坐响 亚踏天穹 寒光照铁衣 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强者 这是一个很小的部落 隐居在原始山脉中 原本雨是无争 但是今日却大祸临头 一个老人从山中飞起 来到半空 很是瘦小干苦 衣裳打着补丁 很是朴素 白发乱糟糟 你们是何人 为何来犯我不 不 不过是一群 未开化的原始人而已 懒得与你们多说 竟是一个不胜 灭你们全族 没有一个人 可以活着离开 空中 一艘巨大的银色战船 闪烁冷冽的金属光泽 透发出一股射人的气息 上面一个中年人冷漠 而又自负 他说完后 一拳就轰了下来 霸气无边 同时战力 亦惊人无比 神王灌日 如一座大月压了下来 山林崩塌 一只拳头显化 直接就砸在了那名老人的身上 根本就未容他躲避过去 当场被轰断身子 血染长空 摔落进下方的古村中 唯有一脚搭补丁的旧衣 染着血从空中慢慢的飘落 让人不忍目睹 一个朴实的老人 就这样被人击断了身体 古村中传来一声悲唬 六伯父 一群人无比的愤怒 老时期的火气太大了 怎么上来 没有问就下重手啊 靠问下 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 到时候血洗这里也不晚 另一艘金色的战船上 一个年龄略大的中年人说道 旁边有一人说 我族前些年太过憋屈了 被一个不知所谓的圣体 杀了那么多人 连腾儿都隐恨了 老时期一直闭关 出来后憋了一肚子火 你们是哪里来的恶财 来我们这里行凶 一个二十几岁的男子 飞上天空 赤裸着上半身 肌肉隆起 呈古铜色 手中拎着一口大福 不知死活 米粒蜂蜘蛛也放光芒 一群未开花的人而已 银色的战船上 中年人老时期无比的冷漠 用手一点一道神盲飞出 刹那洞穿了那个青年 一团血滑绽放 他整个人瞬间碎掉半边身子 止于染血的巨斧完好 与他一起坠落下高空 无比的悲惨 下方的村落中传来一片哭喊声 几个娃娃更是撕心裂肺的大哭 将掩掩一袭的男子围住 留你残命 我喜欢欣赏死亡 那是一种有人的味道 王家的老时期笑得很冷酷 村中一个大汉吼道 有你妈个愁 他就要冲天而上 手中拎着一根大铁棍 回来 就在这时 村中传来一声低喝 一个住着拐杖的老人走了出来 身穿麻衣 骨瘦如柴 头发稀疏 老太隆忠 武叔祖 许多人围上来 带着哭腔 古村中一老衣绍碎了身体 生机僵断 流血垂死 众人都很悲伤 极度的愤怒 明景中 让老七还有老九出关 老人 沉生说道 而后腾空而起来到了高空 早就听说 某些原始部落 藏有不适高手 看来 所言非虚呀 你们这样一个小村 竟有你这样一位大能 似乎还有两人在闭关 看来你们得到了某一上古传承 而且极度强大 当属于古人圣经 这么说来 血洗你们村落后将有大收获呀 老十七 这个人让给十三哥吧 我很多年未与人动手了 另一名中年人飞出了战船 不是还有两个要出关的吗 我们来比一比 看谁杀的人多 杀得快好了 老十七很残酷地笑着 你这个性子得改一改 当年老祖就说过 你太世杀了 闭关这么多年 也没磨掉 另一个中年人摇头 记得eki 我们不忍衍 ì 啊